歡迎收看一時跑啦 各位帥哥美女 好 來 一時跑 歡迎三位 四位 來 我們三位參賽兵 來 郭 好 我們來做個小測試 來 你先閉著眼睛 雙腳靠攏 好 然後呢 抬起你 非罐用手的那隻腳 非罐用手 我是左扁子吧 所以我現在抬右腳 我沒有要扶你喔 我沒有要扶你喔 十秒 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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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不得 你真的要去哪 好 這個是要幹嘛的 這不容易耶 這個測試呢 其實是試大概四十幾歲的人 這樣子啊 對 所以你已經過關了 那最適合我 對 因為這個是要測 你有沒有老化 對 因為平衡感跟肌肉 是沒有關係的 對 其實平常 對 包括小孩子啊 兩三十三歲就開始練平衡感了 對 對不對 對 對 真的 所以今天要考大家 你是要進入中年生活 對 還是你已經是中年 是中年了 好不好 好啦 今天一樣 我們是分兩隊 對 好 那妳就 上次妳玩 入練 這次換我 來… 妳跟馬過錢嗎 我們結好了 聰明的一個人過來 不要這樣… 算了 因為他最近好像 就不是照顧老人家 照顧老人家 對 我們前面是選擇題 對 後面比較要用腦 前面隨便猜 OK 輕鬆猜 來 第一題 肠胃到一定年紀 就開始老化 開始會出現食慾改變 脹氣等情況 請問下練哪個方法 無法幫助舒緩肠胃道 一 多吃燕麥 二 多吃蜂蜜 三 多運動 好 注意喔 我會說請搶 請搶 我要幹嘛 請搶 大家在搶旗子啊 搶旗子啊 請搶啊 我跟你講 不容易抓到 抱歉 抱歉 老來得死就是不一樣 好有活力喔 還可以… 小羅講一下 先講妳的案例 其實我跟你講 這個胃脹氣這個部分 真的常常會因為 組合不對 我就會不舒服 組合不對 比如說有一次我就吃 因為我本人的美食排行榜 第一名是炸豬排 我很喜歡叫定食 那定食它就會有牛棒 海帶 一些小菜 然後泡菜 然後海帶牙湯 是 然後那一天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急餓 你知道嗎 全部掃盤 過大概半個小時 我的胃巨痛 因為這些是不是都屬於 脹氣的東西啊 脹氣 難消化 然後高纖維 對… 然後再加上豬排 我全吃過它 而且我又叫那個燕麥的那個飯 又比較難消化 然後就開始脹氣 然後我那一天就是 不是打嗝 不然就是放屁 不是打嗝 就是放屁 然後就這樣難過大概一整個晚上 到最後受不了 就急診 你知道後來是什麼嗎 胃筋卵 這麼誇張 對… 你看胃力一生 應該就是蠕動變慢 對… 因為你纖維太多了 是… 那哪個方法沒有辦法 新手爸爸你覺得答應 無法… 我覺得應該是多吃蜂蜜 沒錯 因為你做運動 你有動的話 其實會促進你的腸道肌肉 對… 燕麥其實也還滿好消化的 因為其實現在都鼓勵大家 多吃燕麥 鼓類 就像我們這個年紀 那可能是空腹的時候 他現在是什麼 腸已經脹氣了 蜂蜜有錢 我只是在給他們炸耶 我只是… 他爺爺 沒有 我是閒聊… 所以你們是蜂蜜嘛 對不對 我們兩個呢 我也覺得這樣 蜂蜜是不是 好 來 我們請到我們呢 張醫師 肝膽腸胃坑 正確的 好 OK… 所以不能多吃蜂蜜 不行 像蜂蜜就屬於會脹氣 我們有一個醫學名字叫做 腹部敏感 叫腹敏 你吃的東西肚子很敏感 肚子很脹 那種一般就是所謂的就是 發酵型的碳水化合物 像蜂蜜它果糖的含量 大概是百分之三十 算是高果糖的 那我們一般說 有一些碳水化合物 人體不能消化 大概就是最常見就是 果糖 乳糖 還有一些叫 其實這些東西的話 在很多食物裡 含量是不一樣的 那當你吃了這種 發酵型的碳水化合物的話 你就很容易產生很多 大量的氣體 是 所以像前面這個燕脈 它其實算是比較低的 所以是OK 那蜂蜜吃多會脹 那第三個就是 運動 運動的話 因為你稍微做一些 可以促進腸胃蠕動 對 其實是會幫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個 實際的案例 有一個就是 40幾歲的女生 她就是說她 然後她平常就是很容易 像小柔一樣就是說 會消化不良 容易脹氣或肚子悶痛 那後來她去看完醫生 她覺得脂肪肝很厲害 她覺得這樣不行 她就上網查說 黑蒜頭 對肝很好 密方 可以提升解毒 然後 吃了兩三個月 她就覺得 奇怪我怎麼 肚子那種不舒服 脹痛的感覺 越來越嚴重 而且甚至會想吐這樣 她就來看醫生 後來我問她說 黑蒜頭怎麼吃 一般我們大概一次都建議說 吃一小半 或兩小半 一天吃一到兩半就好了 她是一天吃一到兩顆這樣 後來那我說 你這樣不行喔 因為你東西吃錯了 你這個蒜頭會脹氣 那我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剛剛講 什麼叫高低負敏這些寫的 像右邊這邊寫的 高負敏的食物 像剛剛我們分享的案例 她吃大蒜對不對 然後洋蔥 還有花椰菜 這種十字花科還有 像大蒜含有很多流化物 經過一些調理以後 就很多脹氣 那我們常常吃的水果 像蘋果 西瓜 櫻桃 其實也都是含有很多 發酵型燙水化合物 高負敏的成分很多 那牛奶大家不用講 一定知道 那像其他像 腰果跟小麥 其實還有 比方說市面上 有一些連鎖店 會賣黑麥麵包有沒有 對 那也很容易脹氣喔 然後像剛剛我們這邊 題目裡提到的蜂蜜 這些東西都是屬於 就是含有很多 比較多的果糖 乳糖 或多糖醇 木糖醇 這些都是屬於 我們叫高負敏的 高的東西 就吃了會脹氣 那你看血了這麼多 不能吃 每次醫生就會被問 張醫師你都叫我 什麼都不能吃 那我要吃什麼 對啊 那我要吃什麼 那你就吃 低負敏 低負敏的東西 蘿蔔類的東西 裡面也含滿多酵素的 對不對 那像這邊水果類 有鳳梨 哈密瓜 跟奇異果 大家一定聽過什麼 其實它會幫助消化的嗎 那剛剛國賢講說燕脈 燕脈滿好消化的 實際上燕脈它算是比較 不會產氣的一種 骨類 所以是還不錯 那平常 咖啡和楓糖是可以這樣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會不會上去 我們現在看這個高負敏 對啊 其實是蠻 我們還不懂耶 對 這支錶很棒耶 這支錶很棒耶 這支錶很需要 超能拍的拍的 我們需要 沒有 你可以 你給手機拍照留點 好不好 待會兒 待會兒 好來 我們來下一題 來 請出題 小奶人過中年 有天般東西感覺可能追尖盤突出 下列哪個動作 無法幫助檢測追尖盤突出 1 墊腳尖 2 站姿前彎 3 身體微向後仰 這個整個用猜的 我看看 這沒有專業的怎麼知道呢 先講答 怎麼樣我們也生過三個 這個不容易耶 對 這個其實很容易 好 我先講你 你有追尖盤突出 你以前有閃到腰是不是 我先講一下案例 你真的好好想 我覺得你不會答對 想對 會答對 沒有 因為我是剛好有一次 就是錄大集合的時候 然後我們那個遊戲是玩說 氣球在30秒之內不落地 就要一直拍 一直拍就好了 個人 對啊 那好像在做復健啊 對啊 結果 結果30秒不落地 我3秒我就落地 拍一拍 一拍 我腰散了 腰散了 你也太熱不驚風了吧 不是 因為我之前其實有救傷 然後那次那次 我已經好 結果除不知 一拍 整個我撐不住 你知道嗎 結果瓜哥剛好在我旁邊 我整個人就倒下去 然後我就抱住瓜哥 是瓜哥嗎 對啊 是瓜哥 因為沒什麼其他女助理 不是 因為 然後瓜哥那時候 當下以為我說 你這個遊戲節目 不需要做這種效果 做得太逼真 因為我整個人就啪 我整個人軟掉了 結果我真的站不起來 結果後來我就是 從他身上慢慢慢慢 就滑下去 然後我就躲到地上 真的閃到 對啊 真的閃到 然後後來被工作人員 直接岔著 然後到旁邊去 好弱的 還好那個遊戲已經是最後一關 好弱的老藝人 你講 沒有 你講這個腰受傷 我跟你講 有時候一個角度不對 那真的 對 那你後來弄多久才好 也復健的時候半年多 這麼久 沒有 因為我現在年紀大 我都四年七人 所以兩三天半天就好了 現在要半年了 來 一二三 請舉牌 OK 我猜的對不對 我猜 1 1拿4 1 1 1拿4 好 冷靜... 1是1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覺得 它有前彎也有後彎 後彎都有啊 都會讓你幫... 都是彎 都會感覺得到 對 都是彎的 這樣一個角度 他知道 要檢證到 前面也會 但是你是要... 踮腳 踮腳就比較彎曲的感覺 對 唯一不一樣的動作 是踮腳啦 對 所以我們就猜1 來 這個小鮮肉 怎麼會這麼好 小鮮肉 怎麼會有治療師長那麼帥 是... 你說1對不對 對... 因為你要說對還錯 錯 我們的機會 這個一看就是有陷阱 對... 因為你一定想說 我這樣撤 要這樣撤 對不對 有陷阱 來 正確答案是 你覺得是幾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3 我也覺得是3 你也覺得是3 對啊 因為你往前彎 反而可能... 前彎不是讓你更痛嗎 對啊 而且是無法幫助 對... 3 有共識 好 來 正確答案是 好 答案就是3 謝謝啦 謝謝啦 這有這麼好高興 二選一有那麼難啊 不是因為他們是理啦 真的 他們不想答對嘛 其實最近盤突出是一個 長期下背都受到壓力之後 會讓你脊椎去擠壓你的椎間盤 而導致的一個 非常非常嚴重的一個疼痛 那選項一是電腳尖嘛 那原因是因為 椎間盤突出的時候 會擠壓到神經 那負責電腳尖的神經呢 就從我們的腰椎跟 箭椎中間走出來 所以一擠到那一節 你的腳就沒辦法正常的往下壓 所以有一些嚴重的 墊腳尖會軟腳 根本就墊不起來 所以我們會去測說 它是不是墊腳尖這個肌力 會有問題 那再來站姿提前彎 其實是會 加壓你的椎間盤 所以當你椎盤突出的時候 你站姿提前彎啊 這個動作會超痛 所以坐著的時候 其實也會滿痛的 反而站姿會好一點 這是典型的椎間盤突出的症狀 那往後仰這姿勢 其實大家的本能就是 當我覺得腰痠的時候 我會稍微 省奶腰對不對 其實這就是本能 因為這時候 你的椎間盤的壓力 會變小一點 所以站著往後仰的時候 反而不會有什麼 太大的症狀 可能沒辦法測出 你有沒有椎間盤突出的問題 那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案例 就是我之前有一個 大概50歲左右的患者 他平常都要坐著打電腦 其實他已經長期 有那種下背部舒服的問題了 那有一天就想說 今天提早下班就很開心 就彎腰拿起他的公式包 一站起來那一刹那 這是國賢哥剛剛講的 超痛 痛到根本就是要用爬的回家了 好可憐喔 就直接轉去醫院 直接去醫院拍張片子 然後核磁共振出來 就是椎間盤突出 非常的嚴重 那就是因為說 其實我們光坐著這個姿勢 你的腰椎的椎間盤 就要承受幾乎快要兩倍的 身體重量的壓力 如果你要彎腰 你的椎間盤要承受 接近三倍的重量 所以那一瞬間就完全受不了 所以腳就會開始有這些 痠麻的問題啊 或是開始變腳尖 會有無力的現象 那這種狀況就是 除了復健科會做一些 比如說熱膚 電療拉腰 做一些舒緩的方式之外 其實物理治療 我們會做一些 把椎間盤負位的一些治療啦 其實最簡單 大家可以在家裡 就是找一張瑜伽墊 就鋪在地上 然後用你的雙手做出一個 瑜伽有一個動作叫 就是腰往後拱的那個動作 對 在你量力而為的狀況下去做 你會發現 你做個幾下之後 你的痛會越來越少 會舒緩 而且如果有痠麻的問題 它會慢慢地回到腰上 然後最後都消失 所以其實 大家不管你有沒有 椎間盤突出的問題 都還滿建議在家裡 可以常常做一下這種 伸展的運動 讓你的椎間盤壓力 可以小一點 好的 一定會答對 連答這兩題啦 好 那個辣不利亞隊加油了 來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 請按讚 請按讚 按讚 按讚 感谢观看